随着加州逐渐解封,重启经济,新冠疫情在加州一直居高不下 不过州长纽森表示,即使确诊数持续攀升,也不会改变重新开放的计划 落线12日正式宣布,健身房无观众的职业联赛球场 营队、博物馆、美术馆、动物园、水族馆、露营地、户外休闲区和饭店都可以重新开放 至于美甲、沙龙、文森店、酒吧和酿酒厂、电影院、剧院、娱乐中心、音乐厅、体育馆、竞技场和主题乐园等仍维持关闭状态 落线12日新增1633起新冠确立,以及20例死亡案例累计达7476例 2832人死亡,加州确诊绝大多数都集中在重灾区洛杉矶县 公卫局局长费雷尔说,尽管逐步放宽,但该线仍未走出疫情风险 民众仍需谨慎为之,做好个人防疫措施 同时强调派对、大规模家庭聚会等群聚仍然禁止 州长纽森表示,不论从人力资源、人力成本、有型资本和个人防护装备等各面向来看 加州在与这场新冠病毒的斗争上已经取得重大进展 而该州不断提高的新冠检测能力 医院容量和呼吸机以及1万个可用口罩等关键指标 是决定继续放宽全州居家令适时往前推进的理由 由于州长把重开的权利交到各县的地方政府 所以在南加州各县的开发步伐有所不同 陈县首席卫生官12日宣布 从周五开始解除全县公共场所的口罩令 陈县的上任卫生官奎克 因为不愿松绑卸除口罩令引发了民众的抗议 还有人对他和家人进行人身威胁 压力过大的魁克本周辞职 不过陈县松把口罩令使周围几个邻近的县都十分的担心 陈县也有居民表示他们会继续戴口罩 电影院在陈县和平县和圣布纳丁诺县已被允许开放 但这两周加州部分县新冠传播或住院人数都居高不下 有些社区还有上升 公卫当局正密切监控中 同时也表示近日新冠确诊数增加与监狱 长照护理机构的群聚感染 以及过去两周的民众聚会有关 由于新冠病毒潜伏期长达14天 过去两周的抗疫示威是否有带来更多的疫情传染 还需要更多时间观察 尽管示威活动中许多人戴着口罩 但在游行里要保持六尺距离 几乎不可能 公卫官员呼吁所有参加游行者进行新冠检测 如果知道和可能感染者接触过的民众 需要自行自我隔离14天 天下卫视编辑报导